電線桿電箱上貼著 不少代售案件的廣告 其中這一張嘴吸睛 以防一聽一味稀有事出498萬 重點是豬大可以藏小三 那個廣告的標題是 滿適合說 可以吸引到別人的目光 可能剛開始的時候是好奇心吧 對啊 如果好奇心過 就也是要回歸基本面 雖然過去真的有成交過小三屋 但這廣告並不是要鎮破大家的三觀 而是難投草屯的房仲業者 為了吸引路過的人能夠多看幾眼 草屯因為有漢國三和中頭公路 偷往台中市 近年來的房價攀升 五年來的物價上漲超過47% 房屋物件多 房仲的競爭也激烈 為了賣出手中的物件 類似的廣告文案百百種 像是偷情被抓及受散養費 逃離公婆惡靈古堡 甚至說要到柬埔寨救兒子 各式各樣酷手有趣的內容 都會讓人忍不住停下腳步 廣告效益是有 看房的意願會增加 可是也要考慮到實際的需求 物齡價錢最重要 實際我們在愛什麼 創意文案雖然有可能會增加 消費者去看房的意願 不過房仲業者也認為 依舊是會考量地段價格 以及物齡等等現實因素 不少人還是會認為 就算廣告在吸引人 最後還是以消費者需求為優先 不過隨著房價地價越來越貴 彰化二水日前移跨 僅僅皮夾大小的土地 也相當強壽 底標價最便宜才105元 便當價吸引了7億人來競標 最後的決標價格5106元 將近是底價的50倍 TVBS新聞 沈阿貴裡 蔡英南通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主管理據消費者 在更多的地上 經濟高郊 部門 農廣 上